4月5日 西藏自治区2021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 考核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立宗答辩 即颁证仪式在拉萨大昭寺举行 来自拉萨、日喀泽、山南、昌都、纳曲及云南有关寺庙的考僧们 围绕陪考僧人所提有关无不经典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激烈答辩 并通过考评委员会的严格考评 拉萨市取水县热堆寺的洛桑丹达等13名考僧 获得了格西拉让巴学位 即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 修学险宗的最高学位 洛桑丹达出生于1988年 在本年度格西拉让巴学位大考中 他虽为年龄最小的考生 但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在活动中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常务副会长 朱康图登克朱想获得学位的考僧 夏哈达颁发学位证书 西藏自治区政协自治区宗教事务局相关负责人 代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想获得学位的考僧 赠送五彩段 干国 袈裟和礼金 朱康图登克朱介绍 2021年度 藏传佛教学经僧人 考核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 夏季预考已于2020年9月在哲邦寺圆满完成 上述13位考僧获得了立宗答辩资格 截至目前 西藏自治区获得格西拉让巴学位的高僧 共有151人